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金融汇兑业务的创始人 现在在平遥古城里也有雷里泰的旧居 县城里的旧居显得是豪华大气 跟现在隆岳村里的老宅相比下来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现在看到的这一处雷家院路 每一砖每一瓦都流露出了历史的厂商 整个院落它是一个二金院 在雷家堡一共保存着无处这样的院落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中的一处 一金院早以前的房屋已经没有了 现在只保留着这一处二金院 可以看到门楼两边各有一处隐蔽墙 非常精美的砖雕 上面是楼空的木雕 很漂亮 速得地三个字 是速得地 应该是 没错 门口两边的石堆 石堆也是被毁坏了 这一处三个字 蘑菇头的朴手 好了 我们进这个二金院先看一看 这处院落装修特别的简朴 给人感觉不像以前大财主家的院子 还在那边呢 对 专门过来看这古剑来 原生太古剑了 这个房子多少年了 一百年了 一百年了 一会让我这两处的村子里 那才能见不见了 村里大队 这不是有话人 这就是这所在 我家就看一看 就见钱里大小磨叉 是啊 就进这个院子 他拿着要手 我家有意思 那家 小不长生在了 姓啥 我正正好 姓鲁 我正正好 我家咱得封了 这厂房 是啊 等我去那边打听 我去那边打听打听 要是 有要是能进去拍一下最好 我家咱们拍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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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嗯 刚才这位好心的大娘 她要给我去找钥匙 让我去拍下隔壁的那个院子 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就回绝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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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